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我们图案已经画好了 这是一束小小的橱橘 那因为我们绣棚的话 它的size比较小 所以我们要分开两部分来进行绣 那我们可以先从枝干这部分开始 做一下线的部分 线的话呢一般现在都是用六股线 一根是六股 那我们按照这个图案的大小来决定我们用几股 比如说这个花的镜 那我们可以用两股线 那怎么分开呢 我们可以把两股线先拆出来 然后我们用手指 那这个镜的话呢 我会使用轮廓绣的方法 轮廓绣是怎么样呢 那轮廓绣它一般是用来绣这个镜 就是树干的部分 我们可以详细来讲解一下 比如说这是一个点 这是第二个点 这是第三个点 这是第四个点 不分入帧 第一帧 分出来 然后我们在第二个点 斜斜的 大概比这个中线的位置要多出 一到两个洞的距离 第二帧我们进去 那有时候线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卷 你可以用针稍微挑一挑 然后再重新回味 好了 然后我们进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就是在这两根 两个点的中间 但是它会刺在这个枝干的位置上 这是第三个点 出针 然后第四个点呢 同样道理 就等于刚才一到二的距离 我们从这里进去 也是比主杠位要斜斜的多 一到两个洞的位置 好 然后你会发现 它们两是两根斜斜的平行线 我们现在三段的竖径都已经是用轮廓绣的方式绣完了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来修叶子 那由于这是菊花的叶子 所以我们会呈现一点点有刺的部分 所以我专门画出来了 那这个叶子我们用一个长短针的方式来呈现 那因为这个叶子比较大 所以我用了三股线 长短针顾名思义就是长针短针长针短针这样子 我们先到这边做一个长针 然后记得要把线拉直了 那我们做一个短针 好 我们再做一个长针 可以跨到这边来 那现在我们通过长短针绣的方式 两片的叶子都已经修好了 可以跨到这边 那到这些小的叶子部分 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小 所以我们可以用两股线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同样也是用长短针绣的方式来进行 那现在大家看到我这四片小的叶子都已经绣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花瓣 是含苹带放的 那我们把这个花瓣边上的部分呢 我们用一个叫菊花绣的方式 那怎么做呢 那我们这个菊瓣绣呢 细节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画了一个菊瓣出来 那我们在头的部分下 下针出针 然后在同一个针孔的地方 回针 但是这个回针切记不要拉到尽头 因为我们需要这一个形状 所以呢 我们就在花瓣的末端 刺出一针 把它锁定了 把这个形状锁定 然后我们再从同一个地方下针 好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一个花瓣锁定了 好了 那我们现在叶子和菊的部分都完成了 我们下一道花瓣的部分 我用的是这个花瓣的黄色的线 然后用的是三股 加起来就是两边是六股 那花瓣呢 我们用一个断面绣 断面绣其实就是一针一针整齐的 把整个花瓣填满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花瓣最外面的 是最长的 然后我们一针绣到底 OK 拉紧了线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 没有对齐 没有对齐 在短一点点的地方 出针 再一针绣到底 OK 然后我们到这一边 平衡的 刺进去 刺进去 好了 那我们现在看到 两朵花的花瓣都已经是完成了 然后我们最后一步 现在是绣菊花的花瑞部分 那花瑞的部分呢 我们用一个法国的这个打结的方式 它是一个法式的打结绣 那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它就等于我们平时收针 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先出针 然后我们收针的话是这样子收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针拿好 直接打一个结 然后在旁边的位置 刺下去 这样子就有一个打结的绣在这边 好了 那我们现在花瑞的部分也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们整一个花朵的刺绣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打开 绣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また legacy 喜欢就用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